既然准他上车 就该让他补票 还有谁没到 看几桌客人 做得差不多了 老刘回头问太太 突然脑袭闪过一片阴影 糟了 放小声 忘了跟老三说 别带那个女的来 你说那个跳牛肉场的啊 不会吧 他们才认识 才认识 老刘一瞪眼 那回他不是把 才认识的女人带来 他要带来 我非撞墙不可 他不会好意思带那个的 而且现在还没到 说不定不来了 生日快乐 突然从门外冒出一个人 正是老三 四周挥了挥手 回头 从门后又拉出个女人 大声说 给大家介绍一位舞蹈家 咪咪小姐 四桌客人的眼睛全亮了 是咪咪小姐 那套坠满亮片的长旗袍造成的 哎呀 糟糕 刘太太暗叫一声不好 拍拍丈夫 你别急 我来应付 叫他做最后一桌 来 给我大哥拜寿 老三居然拉着咪咪过来了 那女的也就歪住脖子 弯弯腰 娇滴滴地叫了一声 刘大哥生日快乐 长命百岁 又冲挡在前面的刘太太一弯腰 这是大嫂吧 大嫂看起来真有福气 说完 一屁股居然就坐在原来刘太太的位子上 老三也不懂事 转身搬了把椅子过来 来来来 大家挪挪位子 多挤一个热闹 后头那桌还有两个空位呢 刘太太故意放大声说 没关系 如果你们喜欢坐这桌 我就去坐那桌 原想着老三会之趣转到那桌去 却见那女的一笑 谢谢大嫂了 大嫂真体贴 这边王伟元的太太已经好奇地问咪咪 您是哪方面的舞蹈家啊 这个嘛 现代舞 老刘接过话 坐回位子 看住咪咪小姐 幸会幸会 久仰了 常听老三提起您 哎呀 老三还会提我啊 真的啊 正说一半 陈董事长夫人也开口了 您的现代舞是在哪学的 最近有没有发表会呀 你是问我 咪咪转过脸 我跳舞是无师自通 对 听说咪咪小姐很有天分 老刘瞪了老三一眼 你们不就是在发表会上认识的吗 是啊 是啊 老三还直发争呢 正好上菜 罗代表举杯 来来来 敬寿行 伪桌的人也都过来敬酒 顺便把站在旁边的刘太太拉了过去 一餐饭下来 刘太太虽然坐在最外面一桌 可一直竖住耳朵听 而且是提心吊胆的听 唯恐老刘翻了桌子 可是他欲听欲气 只听那咪咪嗲声嗲气的说 他在大酒杯里跳舞 老刘就鼓掌叫好 有创意 有创意 那咪咪又说跟大蟒蛇一起跳舞 老刘也喝彩 蛇跟美丽的女人长不可分 下娃和蛇就是最好的例子 总算寿宴结束 宾客都散了 你这老混蛋 刘太太把僵了的笑容收起来 顿住步子 直直地走向老刘 你不是说撞墙的吗 我看啊 墙没撞 倒撞上个狐狸精 老刘没坑气 脸色沉下来 变得铁青 甭提了 我都快憋死了 兼我过生日 那么多有头有脸的客人 我能怎么样 对老三吼 叫他带着那个女人滚 我那样做 不是让大家下不了台 自取其辱吗 别让自己 也别让大家下不了台 就是这一章讨论的 上一章 我说谈话时最好少碰触种族 肤色 性别 秃头那些天生难改变的事 这一章则要谈 如何面对继承的事实 孔子说 成事不说 碎事不见 既往不救 意思是 已经成了的事 就不要提了 已经做了的事 就不要去劝了 既然成为过去 就别再怪罪了 这句话 看起来简单 其实有着大智慧 一个没有大智慧的人 怎能看得开 一个没有大智慧的人 又怎能忍得住 朋友跟你约好打球 你在球场等了半天 球场是按时间算钱的 你的时间更宝贵 你急了 打手机 找到他 正在路上 你是臭骂他一顿说 你这个不守时的混蛋 还是既然知道 他已赶在路上 就忍下气 换个方式说 不要急 不要急 别超速 我是怕你出事 你不到 我可以自己练习 如果采取前者 你是出了气 他也可能急得心脏病发 他或出了车祸 但是有什么用呢 他能飞来吗 相反的 假使你用后者 他则会感激你 你办派对 朋友来 送你一瓶香水 你已经有好几瓶一样的东西 一瓶也没用 朋友又送你丈夫一瓶酒 偏偏你丈夫血压高 不能喝酒 你是当面坦白说 哎呀 这香水我太多了 不用了 我先生也不喝酒 您送错人了 还是欢欢喜喜 叫好不止地收下 你难道那么不会做人吗 你当然得采取后者 你是名作家 报纸主编向你约稿子 你可以一句话回过去 对不起 我没稿子 没空写 也可以说 谢谢您邀稿 我把这事记下来 一有灵感就动笔 当然只有好作品 我才敢奉上 还可以说 谢谢您 您一下子出这么个题目 我还真难应付 您那天结稿 让我经营两天 想想 如果写出来了 一定在三天之内奉上 但是如果我没奉上 千万别等我 让我下次再效劳吧 你用第一种方法 把人一下子赌回去 有什么好处呢 记住 never say never 你绝不能说 绝不怎么样 人不可做绝 话不可说绝 连打仗都知道 为师必缺 给对方留个逃跑的退路 以免他做困兽之斗 你何不婉转地 给他留个小小的空间 也可以说 给他个下台阶 再让自己脱身呢 话说回来 这样何尝不是 给你自己留个空间 说不定你一转身 有了灵感 或发现那刊物非常重要 不应错过 于是准时交件 不是两全其美吗 再举个例子 你坐继承车 原来看准一辆新车招手 偏偏半路杀出辆老爷车 只一声停在你前面 你不好意思扭头 看那辆新车又开走了 只好心不甘 情不愿地坐进去 你是一路上生闷气 左看不顺眼 又看愿倒霉 还是诚事不说 对司机笑道 不错 这一定是您自己的车 你怎么知道 他以为你要骂他 不是自己的车 绝不可能保养得这么好 虽然不狠心 但是感觉不错 听你这一说 他不是要打开话匣子 得意地说一堆吗 于是你也笑 他也开心 一路下来 不是比你生闷气好多了吗 再举个更常见的例子 你出国前几天 去向长辈 朋友辞行 什么时候走啊 几点钟的飞机啊 几时回来啊 对方一定问一大堆 你答了 他八成 得客气一番 我要去送 如果你一去 可能十年 甚或你年岁一大把 只怕永远不回来了 你能直说吗 你说了 他非去机场不可 他去了 又非做成跟你生离死别的哀期不可 偏偏 你不希望大家去 更不喜欢那送别当送中的场面 你该怎么说 你可以说我还不一定走呢 国内事多 很可能延期 而且过两天 我还会经过这边 可能再来看你 于是他送你到门口 千叮万主式的说 你可一定再来哟 咱们再多句句 除非你们交情很深 如果真深交 你也就让他去机场了 八成出了门 你会觉得轻松 他关上门 他也觉得轻松 你看来像在做假 但你的假 正是为了免得他为难 免得你们双方继续做假 既往不救 既往不救 朋友小孩在你家跑 砸了你的瓷器 东西已经砸了 年不回去了 就别多说 只问孩子平安嘛 有没有伤到 朋友走入你的花园 把你的宝贝花给弄折了 折了 已经折了 你何不捡起来送给他 正好 这么漂亮的一朵花 我原来正想摘一朵给你 妈妈烧饭 好好一道菜 居然做闲了 他自己只喊闲 你是附和着喊 对呀 好闲哪 怎么搞的 还是笑说 其实只闲一点点 味道还是很不错的 你的好朋友 居然抢了你的女朋友 狭路相逢 他们两个都有点尴尬 甚至怕你一拳过去 你却主动打招呼 你们最近好吗 好久不见 常联络嘛 想想以上这些 难不难做 难做 你要有大忍耐 好修养 才做得到 但是再想想 真难做嘛 其实不难 你只要往另一个角度看 开口说那么几句话 就可以排除低气压 解除大尴尬 而且表现出你的风度 让对方暗暗感念 有智慧的你 能不学这种说话的技巧吗 章节已播完 感谢你收看 我是心灵之光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啊 让我们在下个视频里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订阅啊